第1号的今夜,自由球员背后是3号的孟茜璇 那在哈萨克这边呢,排出来的先发球员背后1号的莎斯巴耶瓦 背后3号的古巴迪杜里娜 背后4号的贝特尼沙亚 背后8号的普普巴 背后9号的纳德西娜 背后14号的克格西娃 自由球员是背后2号的马克福斯卡亚 这样就太夸张了 就把这一场球当作练习赛嘛 是 用这种心态下去 输是必然输 但是自己把自己应该有的水准打出来 20比5 接球哦,还是一大致命伤 也是打到人身上 没有直接下去 调试一下也合理的 拉库没有助跑直接起跳 然后背接得相当轻松 中央队来了一个后排 打背飞 一步跳起来 狼王手碰到之后 弹了一下掉在场内 这种球都是举球员在处理的嘛 是 那举球员,你常常吊这种球 那你的职责就丧失了 没错,你是要举球给空击手打的 第三次狼王成功 升高188公分的金叶 这个四号位的抗球打的感觉比较轻松啦 所以现在在第三局 拿下第12分就要进入第二次的技术暂停 回到爱尔达优乐台 在今天为您带来的 雅琪女排赛 第一天的赛城 中国队上哈萨克的比赛 在第三局刚刚结束了 第二次的技术暂停 目前中国队16比5的领先 这球还是被拦到,但还有机会再往前 这球打过去了 但是没落地 这个球 左手啦 然后金叶从标杆外打进来 他自己也进去 助跑进去的太久 中国队在这场比赛的 第三局的局点 同时也是这场比赛的赛末点 自己扣球失误太多 又扣完了 又扣完了 招打 每拿下一分喔 每拿下一分 哈萨克真的是非常高兴 那当然 这球球员的手上还有 打仓 因为这个球 最后贴网球喔 要来处理 但是处理后直接挂网 这使得中国队在拿下第25分 在这三局的比赛里面分别是 25比13 25比8 25比7 直落三的成绩 拿下了这场比赛 敌败了哈萨克 整体来讲这场比赛 没有悬念啦 中国队就是一面倒的 赢过对手 他面对在身高上面有极大优势 而且整体的平均战力技术水平比较高的 中路队来讲哈萨克真的是 没有发挥喔 对 对 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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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